大家好,今天找了一隻寶機的5517 不算是潛水的 但是叫做一隻航海或者海上的navigation 的一個精密科技 在那個年代,即是200多年前 是一個超級精密的先進的instrument 可以這樣說 這隻是泰金屬的版本 不大不小,它有些康老版本,陀飛輪都有 膠帶,當然是一個漂亮的機身 稍後可以再說一隻777A 77A和77Q是有些關係的 Q通常是用在一些斯文錶 一些傳統、classic的斯文錶 就用Q,下面的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用一個Gouchet寶機的駝 但是這隻,因為跟航海navigation有關 所以它的駝 就做了一個好像,等下給你看看 像那些掌傘傘,船傘傘 Bairing 那些像,隻手持 搭配坐結構 各有各好 就是斯文錶那個也好 這隻是航海錶,不是潛水錶 是航海錶用這頭俠也是很有特色的 部機,我想它它其他東西是太厲害了 如駝飛輪 什么避震,parachute避震,或者是什么宝机overcoil 这些全部的发明可能就开过它 其实它跟航海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有 原因就是同代人,John Harrison 比较后一点 同代人大家都听过 John Arno,John Arno是英国人 另外Thomas Onshore,那时候的问题就是 怎样弄一只很准的标 放在船上的航海 当然,宝机是法国人 他帮法国皇室弄标 所以就是法国那边,法国海军那边 就不是英国那边,英国就是 John Arno是英国人,他算是法国人 先说一只标,泰金属很轻 我觉得就是,那形格就是 这里有点少少不是两只脚子凸出来的 所以它的带,这个位置都是要用一个 即是它自己的胶带 但是整个扣我觉得挺漂亮的 即是亦都是搭配它的船的形格 亦都是一个船的bearing 你看到一个半角 是挺漂亮的,因为中间那些位置 那么小件件 它这些切角打磨,做得很漂亮 看到吗? 即是旁边这个45度角,每件都有 包括这个,我算是做得挺好的 好,标盘的做法 你看到是一些全部的罗马字的字钉 但是上面做了一个油曬夜光的 那指针的设计,你看到是一个 亦都是保机针来的 不过呢,亦都是在中间那个位置 油曬夜光 因为其实都是叫了一只 即是不是在城市 或者不是在一些 在特别的环境之下用的标明 所以有夜光也是合理的 但是,亦都是贯彻整个很 就是classic的风格 仍然是用这些罗马字 很长的保机针 即是同一个classic的标 是不是说有太大的变咒 但是呢,在classic的标 你看到呢,譬如 它的标壳的设计 仍然是这个金币式 一间间,不过就粗犷一点 即是在一个classic的标 一种保机式之下 它变咒成为一只比较运动 比较去一只冒险、力险的标 你看到整个交代的设计 那么稳阵整个 attachment 那你就知道了,加上一个 那么强的扣 再看看它的机身 标面是一个放射纹 如果你说是斯文classic的系统 即是那个collection 就很少的,通常是 一是明火发浪 如果不是就是gillshade 那些手推纹 它这个是放射纹,但是在由中间 这个位置放射出来的 所以呢,那个中心就是在这个位置 有个日历 那777A和777Q 都同样那么漂亮 两只机身刀 那基本上,刚才说到的一样 只是铁的分别 那大家两只,即是包括这一只 也有直的silicon 的游丝 Hairspring 游丝 就是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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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就是铁线系统 也是它自己一个特别值的材质 那么,有型很多的 那又跟一般,就是有保石 用金属,有红保石 或者用钢那些有些不同 那还有,看到呢 甲板的处理那些边位,刀割 也是非常之圆润 就是感觉上呢 就是没有,没有这种机械的成份 那还有,动力储存也长 那看到一个barrel在这里 有55个钟 那是可以看的 以及777Q 都是這十多年發展的 是一個新的機芯在 Swatch Group 即是Namania系列 所以亦都是屬於 Swatch 最新的科技